不好意思 林姊 好 我要照顧 一位才播到一半 四名男子原本开心欢唱 瞬间都没声音 桌上摆放吃过的泡面酒精饮料 明显违反市厅唱歌场所 禁止饮食的防疫规定 而且仔细一看 还有些人没戴好口罩唱歌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开放四星歌唱场所可以唱歌 但并被无条件开放 唱歌时人应全程佩戴口罩 且在包厢内不能吃东西 也不能饮酒 台东更深入远景12号 晚上11点多接获通报 一家冰蓝滩有唱歌声音 前往发现他们都违反防疫规定 台东市警方连两天 都在冰蓝滩附设卡拉OK 逮到民众违规 音乐关掉 一万多是朋友 证件麻烦一下 11号晚间八位民众开唱 包厢内桌上明显摆放着小吃饮料 疫情趋缓开放 试听歌唱场所 并不是无条件开放 违反规定者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最高可罚 一万五千元 民众想放松唱歌 还是不能够踩红线 同一周两起冰蓝滩唱歌 违反防疫规定 疫情虽然趋缓 但还是得多加留意 以免疫情又会升温 TVBS新闻 刘景元李如台东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